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久不見我是Alan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然後下午我們要去六福村 因為明天是禮拜六 二十六號 我們要跟大家約要一起 去六福村 送糖果給大家 然後就想說那去的路上 我是可以拍另外一個企劃 就是我等一下會去跟朋友借車 然後開回去 接妞妞跟妞媽的時候 看他們有沒有發現我換車的 如果發現之後我在騙妞媽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偷偷訂了一台車 但是應該會被罵吧 因為我們現在很少開車 但是偶爾有 出去旅行啊 或是去比較遠的地方 才會開車不然平常根本也沒有在開 平常都在公司 所以一個月開每兩次吧 所以現在就覺得買車好像 有那麼一點點的浪費 不過我從以前就很喜歡車子 妞媽也是我們是因為車子而認識的 好那我們就先去跟我自己的朋友借車 順便介紹朋友他們 車行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車行是個 很不錯的車行 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車子很要求 那我們就先過去吧 Let's go 拜拜 等等見 我已經到了 然後因為他們現場的車很多 但是我想要找一台比給妞媽 感覺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讓她覺得這台就是價格非常高 而且很猛的車 他們請他們的業務 小杜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小杜 嗨大家好我是小杜 對小杜 那我覺得今天我想要給我老婆一個驚喜 那你覺得什麼車比較適合 像牛爸已經都是爸爸了 那我相信您的車子應該都是好爸爸的車子 那我相信男人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想要一個很狂野的一台車子 那這個也是永遠一個夢 對永遠一個夢 那我可以介紹這一台 算是C系列最頂的一台車子 這一台是C系列的哪一個系列 C63S 對 這很猛耶 這已經是最高等級的規格的車子 這一台以前我們在玩車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這一台C系列 C63它是超跑殺手的 對啊 哇靠這台太屌了吧 所以這一台最大的魅力 是在它的馬力的部分 它可以達到510匹馬力 這踩起來很爽耶 對 那更加的是這一台車 是額外多選了很多的配備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所以它是S等級的 對 那在於它的跟CC的車子 其實車框的部分都大同小引擎 唯一在它的車頭部分比較長一些 因為它要塞一顆V8的AMG引擎 我記得是4000CC的對不對 以前它CC數都要到6300CC的 對 可是現在因為是它渦輪增壓的領域 它現在的CC數只要4000就OK了 然後加上渦輪增壓之後馬力也會到達500多幾 對 好猛喔這一台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OK 那唯獨它這個椅子 它是額外在全配升級的 那是ED1的賽車椅 這椅子看起來質感超好的 是啊 而且它的包覆性整個是足夠的 所以在操控上面的話 對你來說是蠻舒適的 它這台車新車價的話 在原廠總代理要多少 新車的總代理是在542萬 542萬 對 這洽錢真是太恐怖了 但是現在我們這台它是幾年的車 這是2016的 欸那很新的才3年而已 對對對 那這是總代理車 還是你們自己辦的外貨車 我們從國外加拿大進進來的 對 那在國外加拿大也是從原廠的總代理 所以在原廠有去做過檢驗檢查沒問題 是CPO的車子 對 那其實這樣的話它的CP值也算很高 在台灣它真的是新車嘛 對 因為它還沒有衛領牌 對 那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售價是在308萬 欸那差很多的 才三年 就差了200多萬 確實啊 又可以再買一台車欸 對 所以在台灣的市場其實這樣的車子是蠻划算的 而且現在外匯車我覺得它的保固跟維修 不會說像以前那麼的麻煩 是因為在我們台灣的市場 賓士跟BMW的在進口車部分算蠻大宗的 所以在零件的部分都蠻大量 所以在維修部分啊還是技術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三年差200多萬來講 我覺得差很多欸 是啊 而且它現在車款跟新車沒兩樣 嗯 而且在配備上啊 其實在總代底下的話 它額外增加的多 增加的配備上也比較多一些 那真的 剛剛看一下它的內裝 非常有質感 看一下給大家看 你看 而且它這個喇叭好像是玻璃之音是不是 對的升級玻璃之音 好酷喔 這音響超讚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裡面 它機體的方向盤 而且它是三幅的這種方向盤 對 而且是紫滑的然後機體的 這握感超好的 而且現在我發現 賓士它的螢幕都很大一個 等一下我們再發動看看 我們再來聽一下它的 還細量聲音 開上Sport的感覺 好 是Sport模式 太刺激了 這聽了就熱血了 那如果說它切回 一般的行駛模式的聲音 會是怎樣呢 比較穩重一些 會更穩重一些 會有就會比較 低沉一點 不會像剛剛那麼廣告的聲音 這台車真是 動靜皆宜啊 現在我已經借到車了 那在等妞媽他們出來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妞媽的反應會是怎樣 它應該會很激動 呵呵 因為買車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這一台我們還買不起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妞媽的反應 我會跟她講說 我只有 因為是自己朋友車 我只有付透漆款 然後後面都是用貸款 然後看她的反應是怎樣 等她出來囉 不能去借了喔 沒有我買了 蛤 才怪 這是我們的新車 怎麼可能 真的 一定是騙人的 我付了定金了 不可能 你要不要坐上來付架子之後 一定不可能的 你要不要坐上來付架子之後 付架子嗎 好 讓你做一下 超跑殺手的感覺 我很怕那個 那先放地上吧 便當放地上吧 便當放地上吧 妞妞 哈哈 妞妞的表情 我在看妞妞的表情是怎樣 妞妞的表情很驚訝 小心喔 真的嗎 我們換新車了 喔 什麼 怎麼可能 你幹嘛不可能啊 嘛 借的 沒有 都買了 我付好定金了 我跟小卓叔叔買好了 借的 先付定金就好 後面我們慢慢給就好了 借的 你們有沒有回想一下 以前我們認識的時候熱血的樣子 假的 我跟妞媽兩個其實是車友耶 呵呵呵 所以我現在帶妞媽去遊車盒 是真的 我等一下拿那個 那個合約書給你看 那你自己趕快拍片 趕快拍片 賺回來 這個很難賺回來喔 喔妞爸你看買電腦 然後又買車 然後 又買一大堆臭蟲 呵呵呵 影片喔 請問一下 好囉 等一下喔 大家等我一下 所以 趕快觀看我的影片 不然我要被罵死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出發 他都不出片 重點是他都不出片 你們趕快催他 事情太多了 那我們趕快先出發 借友跟Peter約他們在六浮車 我們走囉 這絕對是假的 等一下到的時候 我們再問一下 牛貓做的感覺如何 呵呵呵 好 Let's go 那你覺得這車真的好嗎 不錯啊 很好啊 可是我覺得太貴了 座椅有報復性 底盤非常紮實 引擎聲浪滿分 但是太貴了 嗯 我們好好努力工作 是你的頻道趕快加油 我們好好努力工作 大家趕快訂閱一波起來 牛媽 那你覺得我們的新車如何 還可以啊 不過代款你自己付就對了 蛤 我只是問你喜不喜歡 感覺目前這台車給你的感受如何 還可以 還不錯是不是 你看很多高客氣的東西對不對 距離我上次買車已經是十幾年前了 所以你看 十幾年後是我們就要換一台新車 對 所以代款你自己付 欸你們也有做欸 對 可是我覺得之前那台就很不舒服 所以你還是買一一國產車就可以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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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來到六福莊的 房間了 已經晚上好累啊 那請問那台新車如何 真的很棒 我做了很對的決定對不對 你自己想辦法 蛤 你自己想辦法 我不管 不行啊 你是做副架子做的人啊 沒有沒有 你自己努力拍片 你看喔 牛爸 牛爸買了一個超厲害的那個螢幕喔 然後超厲害的電腦 你們看到嗎 沒有看的話去他的頻道看 這麼過分 你看這麼棒的電腦居然不剪片 能嗎 我都處理事情非常的多欸 不是只有剪片 那你要想辦法啊 你要想辦法趕快把那些賺回來 所以大家去看牛爸的影片 大家趕快支持我的影片 然後叫牛爸趕快拍片 換我要被牛媽趕出家門了 對 對牛爸想辦法自己父親這些東西 所以加油 完蛋了 那我怎麼知道 趕快 完蛋了 牛爸不給我零用錢了 對 大家想要看什麼題材 趕快選 叫牛爸去拍 那 我覺得 我還是不要把這台車好 呵呵呵 我覺得 好像我挖了一個洞給自己跳咧 對加油喔 努力工作 呵呵呵 等一下 彼得爸有說真的嗎 我等一下他還不知道 我換車 我順便去 給他看一下 看到反應有整耶 我們去找他 好 走 記得 等一下 要不要試試 Oh my god 冰式 對 我已經買了 你買新車 真的假的啦 不知道我買哪一個 這什麼E6 C6 這是什麼車號是不是 我不知道 零零 我現在是掛一個臨時車牌 Oh my god 你看 都還沒掛法就已經開出來了 你買賓室喔 C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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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不多 540萬 可以這樣嗎 你有嗎 不行 欸 說好人家買新房子 你把他拿去買車 你完蛋了 沒有 所以他說這個代管我要自己繳 自己繳 他說我不繳出來 他要把我趕出去 要把我房間出租給回來 來繳車帶 540萬給你買這道玩具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所以你真的買喔 對啊 我可以去試開嗎 可以啊 我們要去看 Oh yeah Oh yeah 我要 你再買一張 買啊 叫什麼東西 我現在比較想 我現在比較想買房子 所以這先還你好了 不行不行 我們要買房子先 這不先還還 好 這不就代步就好 反正有牛爸的 開牛爸的就好了 沒關係 牛爸你還缺不缺老婆 哈哈哈哈哈哈 欸你是停車場沒有地方停 我們家剛好有一個停車格 我們家剛好有一個停車格 哈哈哈哈 我一家 有兩小 可以幫我養下小孩嗎 18歲再回來 不是你看 我這個時間比你那兩小孩還大 比較好 等一下我們不是要回家嗎 現在要去哪裡 嗯 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就是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還人家 你買什麼 換車啊 我就知道 哈哈哈哈 那你怎麼可能買 這麼貴你也捨不得嗎 不行 現在錢要先丟這 以後要養妞妞要用 對啊 還是節省一點 比較好時間 要買我要偷偷買 所以跟牛媽說 偷偷買也是要你自己付啊 因為偷偷買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自己付 牛媽都不幫我出錢 你看這種東西齁 這麼重大的東西 還是要經過大家的朋友才行 不可以自己私下就去 大家覺得要買嗎 要買在底下留言 要買安利 不要安樂 好啦那我們今天回來之後 我們現在把車 開去還我朋友 他們的汽車真的是 都還蠻不錯 很休止 其實這台我開起來 我就覺得跟新車沒兩樣 對 其實我告開得很好 對 我在把他們相關資訊貼在底下說明欄 這是自己的朋友開的店 沒有業配啦 只是說如果大家 有想要買車的計畫的時候 也許可以 不妨看一下二手車 其實我覺得現在二手車的市場 其實 不再像以前了 但是也要選到好店家啦 因為畢竟這是自己朋友 而且他們在網路上的風評算很好 然後你看我們到了 重新車業 我們要回進去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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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影片打開 和 useful 跟班 一起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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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